在我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皇帝,大家戏称他,开局一个碗装备全靠检,此人便是明太祖朱元璋,元朝末年由于贪官污吏的盛行,再加上各路起义军的前仆后继,让元王朝迅速走向衰败,朱元璋抓住时代的讯号,在乱世中奋不顾身地加入起义军,通过层层磨练登上皇帝宝座,将汉族失去的政权夺回,重新回到政治舞台,作为草根逆袭的典范,他的一生都充满着传奇色彩。 但朱元璋也有着帝王的通病生性多疑,登基以后,他未保皇位稳固,不惜杀光开国功臣。 落下个磕带下属的名头,朱元璋不仅对自己的下属防范心重,就算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有所保留,据闻有这样一则去世,一天朱元璋给儿子朱弟包了个橘子吃,朱弟很高兴过后还和马皇后说了,马皇后听见此事后,大惊失色对朱弟说,儿子快跑,你爹要杀你,朱元璋即便在残暴, 难道还会杀自己的亲生儿子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或许有人觉得,这个故事真的是太假了,也就是说,大家不相信朱元璋会杀害自己的亲儿子。 按照常理来说,老朱作为大明第一代明君,应该不会如此。有人说,当年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,他曾经想要投靠敌人张事成,朱元璋得之后将其软禁了起来,想要投敌的侄子都没有杀,难道自己的儿子就舍得? 还是说,朱棣并不是朱元璋的亲生儿子,亲儿子是肯定的,但生母不一定是马皇后,我们如今的正史中,上面都说朱棣就是马皇后的一个亲生儿子。 对此,许多人表示否定,有人说这是朱棣夺位后让人修改了,民间一些评书中也说,朱棣的生母其实是一个贵妃。 他之所以改成马皇后是觉得这样更加名正言顺,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,毕竟好几百年之前发生的事,这谁能说清楚。 不过从朱元璋想杀朱棣这一点来看,如果朱棣真是马皇后所生,那朱元璋还会杀吗? 当然不一定,朱元璋一生虽然妃子众多,但要说他最爱的只有马皇后一人,别人只是他的一种工具罢了。 朱元璋和马皇后可以说是抗力情深,在老朱人生刚起步的时候,两人成功走到了一起,马皇后不嫌弃朱元璋贫穷,也不嫌他没有文化,不论什么时候。 马皇后一直都是老朱坚强的后盾,也正是因为有马皇后在后方坐镇,所以朱元璋才能心无旁骛地在前方打仗,这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,两人的感情经历着实让许多人羡慕啊。 不论古今,马皇后都可以说是许多男人梦寐以求的模范妻子,若得如此之妻和愁和优朱元璋这个人,我们虽然对他有很大的偏见。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,不管他对别人多么残暴,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马皇后的事,即便后来当上了皇帝,朱元璋依旧对马皇后情深如初,像那些花枝招展的妃子们,无论多么妩媚,也走不进朱元璋的内心,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,他也没有让朱元璋失望,经常看后宫内斗剧的朋友们都知道,那些妃子们在一起整天勾心斗角,他们不是在想着如何把朱元璋骗过来, 就是想着怎么陷害其他竞争者,反正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,那些妃子整天在想一些没用的。 对于这些妃子们,马皇后从来不会和他们争宠,在马皇后看来,他们要想得到老朱的青睐也很不容易,后宫这个平台虽然做不到绝对公平,但马皇后尽量会多给那些妃子们腾出一点机会,如果有妃子怀孕了,马皇后还会额外关照他们,确保孩子平安无事生下来后, 他依旧是关照有加,不论面对自己的亲生孩子,还是其他妃子们所生的,马皇后都是一视同仁,没有什么区别对待,孩子们虽然不是一个娘,但最起码有一个爹啊,血缘关系还是有的。 所以朱棣小时候,马皇后对他也很不错,如果马皇后并不是朱棣的亲生母亲,那朱棣说他是,说明朱棣心中很认可这位母亲,未表达自己的敬意,所以才会尊为亲母。 除了马皇后和未来的妻子徐氏,能让朱棣感到温暖的另外一人就是朱镖了,作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的长子,朱镖一出生就备受宠爱,尤其是朱元璋,自从这位儿子出生后,他直接将朱镖当成未来继承人培养了,在许多人看来,这样的孩子容易被父母溺爱坏了。 其实不然,朱镖作为朱元璋孩子中的老大,他从来没有欺负过其他弟弟或者妹妹们,对他们一直都是呵护有加,比如朱元璋要惩罚或者鞭打某个孩子的时候,不论如何,朱镖都会上前求情,有时候朱元璋恼火了,他还会连带着朱镖一起打,就是这种时候,朱镖从来没有退缩过,为此他没少和弟妹们一起受惩罚。 朱镖向来都是站在自己兄弟这边,他基本上很少会为了讨好朱元璋,就在其身后拍马屁,不像有的皇长子,巴不得父皇惩罚其他弟弟妹妹呢,对于这种情况,其实朱元璋心中是很复杂的。 朱镖即便是无辜受牵连挨打,他也是站在兄弟姐妹们这边,朱元璋对此还是很满意的,这总比亲兄弟之间谁也看谁不爽强多了。 往后说,这有利于他将来继位后和藩王们处理好关系,不过朱元璋不满意的一点就是,朱镖实在是太仁慈了,简直就跟活菩萨一样,朱元璋虽然不反对仁慈,但在他眼中,朱镖着实有些仁慈的太过分了,就跟爱干净的人有洁癖一样。 这对他以后当了皇帝可是不太好啊,朱元璋觉得,朱镖要是一直这样下去,他怕儿子以后镇不住那些功高镇主的大臣们,其实朱元璋是把朱镖当成了一个懦弱的草包,但朱镖还真不是这样的人,他虽仁慈,但面对邪恶势力并不会如此,所以那些大臣们要是想造反的话,朱镖绝对不会坐视不理。 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,如果是弟弟们抢皇位,那朱镖还会如此果决吗?这很难说,在朱镖眼中,这皇位只要是朱家弟子,谁坐上去也可以,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嘛。 但朱镖并不这么觉得,在老朱眼中,其实他只有朱镖这么一个儿子,至于其他儿子,更像是别人家的,朱镖从小的待遇就是未来太子级别的,从这一点不难看出,朱镖对朱镖敌却是宠爱,所以即便是自己的其他儿子抢皇位,那朱镖也是不愿意的,那这些藩王中谁最有实力和朱镖抢呢? 当然就是阎王朱镖了,朱镖从小在军营中长大,后来的他更是经常提着刀剑上阵杀敌,勇猛的他逐渐得到了朱元璋欣赏,朱元璋当年也曾承认过,这么多儿子中最像他的就是朱镖了。 朱元璋的梦只是很可惜,朱镖并不是长子,所以太子之位轮不到他,朱元璋建立大明后,朱镖被封为燕王到北平就翻去了,朱镖上任后,由于常年和北原作战,朱镖也是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, 再加上他卓越的军事天赋,他变成了实力最强大的藩王,本来朱镖强大应该是一件好事才对,毕竟他们还要对抗外面的敌人,他们的实力要是大打折扣,恐怕那边就会被撕开一个口子,道理虽然是这样,但后来的朱元璋却对此颇为不满,因为他怕朱镖以后会影响朱镖的皇位。 其实朱元璋完全是多虑了,他之所以会怀疑自己的亲儿子,就是因为他把儿子当成了自己的臣子对待,在他们帝王家,皇帝和皇子们的确还有一层军臣关系,但不管再怎么着,他们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,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臣。 此外,朱镖对这位大哥更是非常敬重,就算他反朱元璋,也不会反朱镖往更深地说,其实他也没有想过反朱允文,要不是朱允文自己作死,估计朱镖也不会被迫当上皇帝。 有一天早晨起床后,朱元璋对马皇后说,他梦到了一个手持武器,身材高大的金甲卫士,这个卫士也不知是人是鬼,反正他来到皇宫中后,直接抡起武器大开杀戒,不论是谁,都得挨上那么一下子,就连朱元璋都没有幸免,就当老朱差点要挨一下子的时候,他直接被吓醒了,这个梦对于老朱来说还是太恐怖了,毕竟他差点被打死,很显然,有人对他的皇位有想法。 不然为什么要刺杀皇帝,非常巧的是,朱元璋那时候正在怀疑朱弟,所以老朱觉得梦里的金甲卫士多半是这小子派来的,也正是因为有这个念头,所以朱元璋的疑心越来越重,以至于都想除掉自己这个儿子了,自古无情罪是帝王家,在帝王家中,大部分人根本不在乎什么血缘关系,所以更多的是,自己一个人在修罗场中战斗,不论是谁威胁到了皇权,皇帝都不会坐视不理。 而且朱元璋又是一个比较残暴的人,所以他想除掉自己的儿子就显得不足为奇了。 于是他就把朱弟叫到了宫里来,然后包了一个橘子,包得可干净了,面对朱元璋此举,朱弟很疑惑,但他还是接下了父亲的橘子,其实朱元璋把这个橘子当成了皇位,如果朱弟赶接,那就说明他真有造反的想法,所以马皇后才会让朱弟赶紧跑。 作为与朱元璋生活了将近一辈子的人,马皇后太了解老朱了,在马皇后的劝解下,朱弟这才逃过一劫,这个故事据说在明太祖时录中有记录,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,不过老朱的确是一个疑心比较重的人。 除了对马皇后,朱镖,老百姓等没有杀意外,或许其他人可能都有生命危险,这就是朱元璋一个性格复杂的父亲和皇帝。 一个皇帝如果能让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,那么这就是他最大的功德,而朱元璋恰好具备这样的能力,朱元璋登基后,结束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,还给百姓一片安定和谐的生活状态。 朱元璋在正期间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恢复与发展,使得被元朝蹂躏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,增强了汉民族的文化自信,因为朱元璋自己也是从基层走上来的。 所以他很重视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推广,提高了全民素质。 不仅如此,朱元璋在正期间还对政治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,在中央朱元璋费成像,设立电格大学室,加强皇权,中央集权。